她是最有公主病的皇后 因为过于败家被皇帝废除 成了清朝唯一的废后 这位荣幸的皇后就是顺治帝第一任皇后孟古清 那么孟古清究竟做了什么 让顺治帝对她如此厌恶 被废后的孟古清最终去向如何 她真的如后世说的那样 带着孩子改嫁他人了吗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顺治帝的第一任皇后 博尔吉吉特氏孟古清 出身蒙古科尔信部 自满清建立之后 为了巩固与蒙古部落的联盟 更好地维护双方的关系 联姻就成了最有效的策略 因此从努尔哈赤开始 就有了与蒙古联姻的传统 满清皇族的皇后和妃子 大多来自这个姓氏 而孟古清的父王吴克善是部族亲王 姑母更是清朝的孝庄太后 因此孟古清的家族背景 可以说是清朝历史上最硬核的一位 除此之外 孟古清容貌秀丽 在当时有着草原第一美人之称 就连顺治帝也曾赞美他 荣旨族称嘉丽 一己巧慧 孟古清本人的条件 可以说是无可挑剔的 顺治八年征月 吴克善送女儿孟古清入京 之后在孝庄太后的撮合下 同年八月顺治帝大婚 策立表妹孟古清为皇后 清朝本就有着满满联姻的传统 两人又是表兄妹 联姻更是亲上加亲 加上孟古清自身条件优势 按理应该是宠贯后宫才是 然而却在婚后不到两年 顺治帝便与自己这位皇后表妹感情不合 最终不顾群臣的反对 执意废掉了孟古清的皇后职位 将其降为敬飞并打入冷宫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对于废后这件事 顺治帝对外给出的原因十分简单 那就是皇后无能 不过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顺治帝和孟古清之间的婚姻 都是由叔叔多尔滚给安排的 在顺治帝刚登基时 还只是个六岁的孩子 当时的朝政大权 几乎都掌握在摄政王多尔滚手中 在这样的情况下 皇帝做什么都不能自己做出 对于自己未来的皇后 更是没有选择的自由 只能任凭多尔滚摆布 因此 在孟古清只配给顺治帝时 两人根本没有什么感情基础 随着顺治帝逐渐长大 手里逐渐有了权力 因此此时正知叛逆期的顺治帝 并开始处处与母亲 还有叔叔对着干 可以说曾经的多尔滚 有多么的权势滔天 亲政后的顺治帝 就对他有多么的厌恶 而对于这样厌恶的人 给自己安排的婚姻 顺治自然是恨无及乌 对皇后孟古清也十分排斥了 果然婚后不到一年 两人感情就逐渐有了裂痕 不久后就直接分居了 孟古清有两个毛病 让顺治难以接受 那就是奢侈 善渡 孟古清出身高贵 从小娇生惯养 在入宫后仍然我心我素 据史料记载 孟古清奢侈无度 凡是他所穿的衣服 都必须是用猪玉装饰的 用餐食的餐具 如果有一件不是精致的 那就会立刻大发雷霆 但顺治帝是个崇尚简朴的人 因此惹的顺治帝十分不满 并且孟古清嫉妒心非常强 他无法忍受顺治帝 重庆其他女人 因此将宫中那些漂亮受宠的妃子 都视作眼中钉 如果发现顺治帝接触 照姓了哪位妃子 他就会万般阻拦 跟顺治耍小性子 久而久之 并让顺治感觉 重回到被叔叔多尔滚支配的那些日子 因此原本就不喜欢他的顺治帝 对这个皇后是越看越不顺眼 于是干脆直接把他给废了 那么作为大清第一位废后 孟古清的最终结局如何呢 在孟古清被废降为净废之后 他的后半生惨淡到了没有任何记载 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也没人知道他什么时候离世 最终葬在哪里 这位清朝废后就好像是消失了一般 因此对孟古清的最终结局 有着诸多猜想 在朝鲜李氏王朝实录中 有提到关于废后孟古清的一些事情 说他在被废之后 就重新回到了娘家科尔钦部落 并且在回去的时候已经是有孕在身 之后便顺利的生下了一个男婴 不过这本书里记录的时间 又与官方记载的史料有所冲突 所以可信度和真实性还是比较低的 毕竟孟古清虽然被废了 但依旧是顺之地的净妃 清朝也不会随意允许妃子回娘家 更何况还是怀有皇室子嗣的妃子 既然不能出宫嫁人 那便只有孤老宫中的可能 因此这位废后的下落已经无从考证 不过不管孟古清的最终结局是哪一种 他作为曾经蒙古草原上一颗 勇敢桀要不逊的明珠 却被迫成为政治牺牲品 困于皇宫中 最终因奢侈善度 成了清史上唯一的废后 对于孟古清的一生 还是感到十分惋惜的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对于废后孟古清的故事 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期待您的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